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有沒有精神 有吃飽嗎 有喔 好吃嗎 普通啦齁 我們會再努力改進啦 今天還沒有來的時候就有聽說 我們這一期的學員還蠻多的 而且好像有很多是自己來的 有沒有 自己看網路來的 自己沒有人介紹的 一位 兩位 怎麼這麼有智慧 是點我們的官網嗎 真的齁 看了就相信了 有好保 秘書長都說齁 現在這個時間進來的 都不知道上輩子修了什麼 因為呢 我們即將要執政 所以你現在這個時間進來 不用像人家 欸革命這麼久欸 這時間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果了 沒有幾個月的時間 你們有沒有一點點期待 你們從禮拜五上課 今天上一整天 聽那麼多講師講課 有沒有覺得 聽到的東西 跟以往 你們所認知到的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你們的歷史知識 有一點不同 完全不同 對不對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但是呢 唐二明政府齁 很神奇 推薦人進來 來這裡上課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原因 我問問看齁 在座的 被逼來的 有沒有 不是自願的 被強迫的 被強迫的 居然沒有 我每一期上課都有欸 都會有一兩個欸 你們都是自願來的 我是被逼來的欸 這一次居然沒有 進步了 我是被逼來的啦 我當初怎麼來的 我媽媽 有一天就跟我講 欸 那個隔壁的阿姨 跟她說齁 欸 台灣要變天了 要多進步啊 我說你給人騙啊 哪有可能 對吧哪有可能 然後我媽就說 可是那個阿姨啊 說得好像好像很震撼欸 你要不要去那個 他們說有一個那個州辦公室去聽看看 我說不要 就詐騙集團啊 還要去聽什麼 她就說 你去聽看看啊 然後我是聽不懂 然後想說找你陪我去聽看看 我今天我也給人騙啊 所以說我是不是要背去 所以說我還是背去 你很開心的欸 所以說我背去齁 講講講 跟我講了一篇之後齁 我媽就說 你有沒有聽懂 我說聽懂什麼 流亡政府喔 聽不懂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在那一天 從小到大長這麼大 第一次聽到 我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是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政治能感 很多年輕人應該都是政治能感 什麼國民黨民進黨打得你死我活的跟我有關係嗎 沒有太大的感覺 所以當你聽到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的時候 我那一天第一次聽到 我就說 喔 沒聽過 然後她在講那些歷史 很快速度的講 我也是聽不懂 然後結果回去之後 我媽就說 欸 那怎麼樣 要不要參加 我說不要 當然不要啊 我說這都沒聽過了 應該是騙人的 然後呢 過了一陣子 我們就沒參加齁 過了一陣子 隔壁大海又來了 欸 你跟你們女兒去上課 我媽就聽她講一講之後 又跟我講 阿不然你五六日去上課 上黑初級班 我說不要 我說你自己去上 我媽說 阿我去上我也聽不懂啊 阿我知道你有時間 你去上課 我說我賣 她就從早到晚一直給我錄 早上也講 中午也講 晚上也講 阿你去上課 然後只要我閒下來 我知道你有贏 你去上課 我實在是 這樣叫U好嗎 我說好啦 不要去上 我去上 我回來再告訴你台灣民政府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就被逼來上課 所以你們都是自願的 沒有人跟我一樣 有啊 我就知道一定有耶 哪有可能沒有 大家都有 被逼的嘛 多多少少對不對 強迫性質 半推半救 然後來上課 我當初是這樣來的 可是很神奇的 我來上初級班的三天 我就信了 這樣有沒有很單純啊 我就想說 喔 她說的 我聽得很認真啊 她講得很努力 我聽得也很認真 好有道理喔 雖然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就相信啦 我還跟我朋友分享 初級班上完 馬上就懷著滿腔的熱血 你們現在有沒有覺得 自己有一點跟別人不太一樣 特別 我當時有這種感覺 我就跟我朋友分享 我朋友呢 隔了一個晚上之後 隔天打電話給我 啊 楊丁萱 我實在你這麼久了幾年齁 我知道你的個性 你齁 絕對讓人騙了 我就說 這樣為什麼 你有沒有上網去查 我說沒有耶 我就知道你的個性 你病毒 我說不是這樣說 我是單純 然後她就說 你一定沒有去查 我說好 那你查的結果怎麼樣 詐騙集團你沒有看嗎 我說 她說 這樣我跟妳講 我比妳更厲害 我比妳更厲害 她說為什麼 我說台灣民政府 成立不是一兩年的事情 這麼久了 裡面啊 比我 學識要高的 博士碩士 老師一大堆吧 他們都相信了 他們腦袋會沒有問題 有需要輪到我來問嗎 他們該問的問題 一定都比我還要懂吧 我說的有沒有對 所以我是不用問 對啊 我說我根本不用問 一件事情 一定有正反兩面 那你要看正面還是看反面 你不能只看反面啊 你得正面也看啊 我有去上課 我看到了正面 你們呢 所以 一件事情 她只看到了反面 她當然不相信啊 可是你有看到正反兩面之後 再去評斷這件事情的真假嗎 這是一個人的智慧 所以當時我就跟她講 我比你比較小啊 她就沒話說 可是呢 她也有賭到我沒話講 她就問我 啊那個舊親三和平條約第二條 日本不是已經放棄了 台灣澎湖的名利請求權利嗎 我隨便去 為什麼 因為我只有上過初級班而已 我也不懂 我就說好 我再去上高級班 我再來回答你 所以啊 上完高級班之後 就很多人鼓勵我考俊手 讀了新台灣論之後 就知道了 所以我相信現在在場 的童心 你們上了這幾天 這幾堂課 應該到現在 台灣民政府所講的 歷史論述應該還有點混亂 對不對 我現在帶你們上的課程 剛開始可能有一點 無聊 可是呢 我已經盡量將我的感受 幫你們整理 盡量讓你們能夠 有一個順序的了解 好不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Formosa 大家知道Formosa是哪裡 台灣 台灣 它呢 在歐洲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呢 是稱之為美麗的意思 那 當開始 航海世界開始的時候 發現新大陸的時候 走走走走走 來到台灣 台灣 有沒有覺得這台灣地圖很奇怪 為什麼分成三塊 第一次看到 這個是最早期的 台灣的地圖 因為那時候航海技術還沒這麼發達 所以畫出來的 那個台灣地圖不是很正確 但是 這就是最早期 他們說 哇這個島好漂亮喔 所以就賦予 Formosa這個名字給台灣 那大家猜猜看 最早活動於 Formosa台灣的外來民族是誰 菲律賓 還有呢 馬來西亞 還有呢 猜猜看 西班牙荷蘭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正確答案是 日本 喔 有沒有跟你學的歷史不同 一般是西班牙 葡萄牙會猜對不對 再來就想說 荷蘭是第一個有效的 控制台灣 有系統的 但是想不到是日本 在歷史文獻裡面 都是有記載 可是 大家第一個一定要知道 我們讀的歷史是真的還是假的 13、14世紀 日本人已經在Formosa活動 而且已經幾乎擁有主權 為什麼 大家所知道的荷蘭 他還必須每年要向 日本的德川幕府 禁貢三萬張以上的陸皮 才可以獲得許可 在Formosa台灣這塊島上做活動 是一直到1633年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 禁止日本人赴海外發展 才停止的 所以 最早期的是日本 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三百年以上 在台灣的領土居住跟活動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荷蘭是 必須獲得日本幕府的許可 那為什麼荷蘭人他要來台灣 他的用意是什麼 因為 歐洲最喜歡中國的什麼東西 瓷器 絲綢 那個對於歐洲的西方世界來講 那個等於同於黃金 那有這麼龐大的經濟利益的時候 荷蘭他也想分一杯羹 可是呢 早期呢 葡萄牙西班牙已經佔據了 像澳門廈門的這些地方 所以 荷蘭他要選一個地方做為轉運站 他一開始選澎湖 但是被當時的大明國給趕出去 你離我的土地有點近 那被趕出去之後他要再選 他就選台灣 台灣 FOMOSA 可是他來到台灣之後呢 建立了 大家知道淡水 有一個 紅毛城 有去過嗎 沒有 他就是 當時荷蘭在台灣所建立的一個軍事基地 控管台灣這個土地上的住民 造勒蘭遮城 那為什麼 他在台灣這樣子的目的 第一個 他是要以台灣做為轉運站 聯絡日本中國 然後這樣子的經濟貿易 請問 他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不會 因為呢 他有目的性的 我現在講的是重點 這會影響以後 台灣所發生的歷史事件 你們慢慢會知道為什麼台灣的文化 是現在這個樣子 荷蘭他沒有打算在台灣好好的做建設 他也只是想要利用台灣做一個轉運站 所以當時有一個 我們都稱 荷蘭人叫紅毛鬼子 有跟他打仗 抗爭 因為他並沒有好好的對待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十六十七世紀呢 已經奠定台灣是重要經濟枢紐的位置 可是這時候呢 中國跟台灣他有沒有文化上的落差 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有了 中國這時候他還是鎖國政策 還沒有發展任何的航海技術 這將會影響以後我們的歷史事件 文化上的落差 到這個地方 大家會開始慢慢的了解說 喔原來我們讀到的 中華民國給我們的七十年的歷史教育 原來有很多三三減減都不是正確的 大部分你們都學到什麼 康熙 乾隆 雍正 有沒有慈禧秘密生活之類的 你了解到的大概都是這些東西 可是大家有思考過 中國的歷史跟我們台灣人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耶 可是台灣的歷史他卻三三減減的很多 我們大部分都一直在讀中國的歷史 你回想一下 你會發現 然後你現在才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讀中國的歷史 我們Formosa 台灣政權輪替的軌跡大概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一部分 1945年 因戰敗 被中國人降臨到今天 這是我們Formosa大概一個政權的輪體 那我們現在知道 一開始荷蘭它是歷史上比較有系統的 控管台灣 這塊土地上的有制度的國家 那請問它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 為什麼 不是 為什麼荷蘭它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這塊土請問荷蘭它擁有的區塊是哪裡 有效管轄的範圍 是不是只有一點點 它有效管轄的範圍 有基於我們整個Formosa的全島嗎 沒有 所以 它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只是個過客 那當 荷蘭被趕出 台灣 由鄭成功正式王朝佔領台灣的時候 請問鄭成功 有擁有台灣的主權嗎 是不是它有效管轄範圍只有 紅色的這個區塊而已 它也沒有擁有過 那鄭成功為什麼要將荷蘭趕出台灣 是想要拯救台灣嗎 原因 對 反親復明 它佔據台灣最重要的用意就是 反親復明 以台灣作為反親復明的一個基地 請問 它會 好好的管理台灣嗎 有心來發展台灣的建設 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不會 這樣台灣就已經進入了 一百多年的歷史囉 那台灣到現在還是落後的喔 因為到目前為止 台灣自己的部落沒有成立過一個國家 然後經過這樣的輪替 也沒有人真正要建設台灣 到現在還是落後的 鄭成功之後是誰呢 有看過這張圖嗎 這是哪裡 台灣齁 那為什麼台灣只有一半 喔 不是 台灣只有一半是因為 大家知道大清帝國佔領台灣的期間 一直到1895年大清帝國對台灣領土 有效管轄範圍不給予 佛摩莎的全島 僅限於六個漢人屯肯區 就是只有西半部 東半部 大家有看過那個賽德克巴萊嗎 沒有 沒有 有的人有看過 他就是在講我們的高砂族 很英勇 然後 只要進入他的領土 就 獵頭 所以 一直以來有效了保護了東半部 可是大清帝國 統治 台灣 的時間 大家知道有多久嗎 兩百一十二年 那有顧不 很久喔 可是這麼久的時間 他都沒有去 征服東半部 有沒有很奇怪 有沒有很奇怪 所以大清帝國他所認知的台灣是什麼 當初呢 是不是鄭成功佔領台灣 他要反清復明嗎 那大清國他要收復 平定叛亂嗎 他把鄭成功趕出台灣之後 他拿到台灣了 大清國皇帝說 我不是很想要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台灣一直還沒有開發啊 他不是一個健全的一個國家 請問一個未開發的地方 建設要不要錢 你要不要投資人力物力下去建設 又要人 也要物資 也要花錢 大清國說 大清國說 我不想要欸 我覺得那一個是一個很落後的地方 而且他還沒發展航海 所以他覺得台灣很遠 去他的畫外之地 這時候師郎 他就跟皇帝建議說 我跟你說 你喔 你喔 要把台灣 管起來 又被人家做反清復明怎麼辦 可是我跟你講 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可以不需要花錢 你就可以管台灣 我提供給你班兵制度 什麼叫班兵制度 三年為一個任期 我們管一個地方要不要文武官員 文官就是我們所謂的縣長嘛 市長嘛 行政 長官 他說齁 你們這些人來這裡當官回去之後就升職 但是啊 你來台灣的三年齁 你不可以戴家眷 因為我怕你跟當地的人結合反清復明 你的家眷要我要扣押 然後你單身去 而且三年一到一定得走 我們想三年嘛 你扣掉來回的車程 坐船 去掉半年多 來到這裡熟悉一個地方的 文化建設你要不要也花個一年 寫個建設藍圖 要一年多了 你寫好的時候要走啊 不好意思喔你不能留 那請問 如果你是縣長 你要認真嗎 不用齁 啊台灣這個地方是個寶島耶 很有錢耶台灣人人口少 物產豐饒 每個人都很有錢耶 那我來這裡搜刮就好啦 搜刮你們這些台灣人的明指明膏 我就回去就升官啦 五官呢也是半兵制度 三年為一任 一樣 我不要派真正的兵來台灣 我從 中國直接大清國裡面徵招 無業遊民 沒有工作的農民 你們沒工作都來 來台灣當兵 然後三年為一任時間到了 也是回去 文武合併一起貪污腐敗 在大清國佔領台灣的兩百多年的時間裡面 三年一小返五年一大亂 紛爭不斷抗爭不斷 為什麼 大清國在現在台灣人所認知裡面 它是不是所謂的祖國 不是很多人醒了 當初啊大家都以為中國是我們的祖國 它也是這樣來的啊 然後來了台灣之後呢 它有沒有兩百多年很長的時間有認真正設過台灣嗎 沒有 它一直到1887年才完成台灣建神 換句話說 2004年後 宣布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但是 它的有效管理範圍只有Formosa的西半部 請問 大清國 擁有過台灣的主權嗎 沒有囉 直以來 大清國都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它即使將台灣併入它的版圖 它也只有擁有西半部 這樣了解了 我們從來 就 不屬於中國 但是我們有沒有被影響文化 有沒有被錯亂你們的知識 有 我們被衝擊什麼 我們最早期的是平埔族跟高砂族 我們原本台灣的居住住民 我們的文化是什麼 以女性為中心 沒有族性 沒有物教 拜物教 然後沒有祭祀祖先 沒有文字沒有書 只有代代相傳 靈魂不滅的傳說 我們所有的傳說都是用說的 我們沒有文字沒有書 所以大家會想說 台灣為什麼一直以來都沒有自己的國家 因為我們就是有很多的部落 雖然部落之間語言不同 文化不同 但是沒有整合 他們沒有統一的文字 一個國家 成為一個國家有條件的 你要有共同的文化語言嘛 所以我們很容易被外來的殖民 所統治 就是荷蘭 正成功 包括大清國 那我們被衝擊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3月12美國不是開記者會嗎 大家知道嗎 我有去 去到美國你會發現 美國這個地方 大部分都是同一種宗教吧 基督教啊 還是他們的文化大部分是一樣的 可是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台灣 有人姓佛教 道教 基督教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為什麼 這就是台灣的歷史 一直以來經過很多不同 東西方的民族融合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開始被荷蘭統治的時候 他們雖然沒有要用心的經營台灣 可是呢 他們有一個通商的重點 他們就是想要傳教 所以我們很多的高砂族 都是信仰 基督教 這就是原因 我們還被影響了什麼 很深刻的 過年過節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元宵清明中元 好像這一次廉價就是什麼 清明節 那大家知道清明節 是屬於本土台灣人的節日嗎 不是喔 不是喔 全部都是外來的喔 我們現在過年過節 所有的節日 全部都是 212年大清國所帶來的 它不是屬於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原本的文化喔 所以大家要了解這一點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要很清楚 台灣真正的歷史文化是什麼 被融合被影響沒有關係 可是 當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你要如何拖牙入歐 拖牙入歐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可以選擇西方世界 還是任何的國家 最好的文化 最好的制度 來運用在台灣 身上 這樣好不好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不需要 就只聽中國的 那是因為它的時間長 但是它的文化 並不屬於台灣人的文化 所以台灣被衝擊的文化有很多 但是我們要了解的是 我們最早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代代相傳 口耳相傳 靈魂不滅的傳說而已 瞭解自己本土台灣人真正的歷史 我們再來判斷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所以這樣子集體潛意識的文化很可怕耶 現在如果你們拿回去要跟親戚朋友講 台灣民進戶 應該很多人都會跟我一開始一樣 阿你給人騙啊 可是那個就是 一整個世紀的魔咒 所造成的 你要會講喔 我們很快要執政 就會有很多人找你們辦身份證 你們都是政務官員 當他們尋求你們說 台灣真正的歷史文化是什麼的時候 你敢會這樣說 你要會解釋啊 我們終於在1895年的時候 大清皇帝正式將台灣澎湖 永久擱讓給日本天皇 有看過這一個詔書嗎 有齁 這邊台灣全島 及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 列島東緯什麼什麼什麼巴巴巴有沒有 這個重點是什麼 這一張叫什麼 土地權壯 這一張就是台灣跟澎湖的土地權壯 我們在1895年簽訂這個下官條約 之後 到今天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 勾讓出去 找不到的喔 因為裡面沒有寫到 土地權壯的問題 這樣了解嗎 當我們隔讓給日本天皇之後 我們進入什麼時期 日治時期 大家想說我們經過荷蘭正成宮 然後大大清國 都沒有建設 那台灣的經濟奇蹟跟四小龍 亞洲四小龍怎麼來的 短短五十年建立起來的 日治時期分為三個時期 有沒有人有疑問 你台灣民進戶啊 都說日本人很好啊 可是啊好像還是 在你的記憶裡面有抗戰吧 有一些物色事件吧 因為日治時期它分為三個階段 大概前前期二十幾年 中後期大概三十幾年 前期因為有五官統治 他一進來台灣啊 台灣落後齁 我們就都要抗戰一下啊 啊請問這是啥 第二個倒菜兜對不對 我們用這個第二個倒菜兜 跟日本兵打 這樣贏會輸 絕對輸的嘛 絕對打不贏啊 打不贏輸啊 日本人還寫我們說 我們是四可殺不可辱的台灣民族 這樣我們台灣人也是有厲害啦齁 用第二個倒菜兜跟他打 也是可以得到台灣民族這個稱號 可是啊 他們剛進來台灣的時候 死了三四千個兵耶 我們用這個打還可以死三四千個兵 你敢相信 結果不是打死的 是怎麼死的 對 破杯 自己死的啦 破杯死的 為什麼破杯死 不是 不是 不是給我倒菜兜牌的 是自己死的 水土不服是其中一個 但是最重要的重點是 台灣啊 太髒了 我們經過大清國喔 兩百多年的統治喔 台灣喔 的髒亂喔 可以讓日本兵來到台灣 有三四千個人 這樣有落後嗎 這樣有強喔 所以我跟你講 前期五官一進來 後騰辛平 他怕喔 他說這樣不行 我要用齁 那個殖民主義 嚴密的控管台灣的社會 他一進來他發現 欸 你割給我的台灣 有效控管範圍只有西半部 欸東半部 好像不在你大清國的範圍 他就問了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詢問美國 美國說 你要 像我們 美國征服印第安人一樣 用武力征服 所以 他必須先武力征服 東半部 取得台灣完整的主權之後 才能建立制度 才能做建設 所以我們的記憶裡面有什麼 抗戰 流血 可是這是無法抹滅的事情 他一定必須 征服你們之後 才可以下指令給你們 雖然有過 可是他也有功啊 厚騰欣平呢 他奠定 台灣以後的經濟基礎 請問 有申辦我們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人 請舉手 很多 很多 那 申辦的時候 有叫你們去申請什麼 日治時代的護基騰本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時代 對 那時候沒有嘛 所以大家知道 台灣的制度 台灣的制度是什麼時候建立的 厚騰欣平那時候做了一個戶口普查的動作 把你家家戶戶 你們家家有幾家家人 都把你調查清清促促 所以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到現在都還在沿用日治時期的護基騰本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的建設 跟調查是多麼的重要嗎 他們還做了什麼 科學 農業 工業 衛生 教育 交通 警察 這一些建設 造就了 我們台灣多少的精英 多少的精英 立醫生 律師 老師 博士 碩士 藝術家 就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 你看到1904年 台灣財政已經可以完全自主 不需要中央的補貼 包括 台北下水道覆蓋是亞洲第一喔 還亞洲第一 那聽起來有沒有覺得很厲害 請問 財政自主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財政自主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喔 我剛剛是不是講到荷蘭正成功到大清國 都不願意在台灣做建設 大清國在台灣 台灣台灣不足成 不足成什麼 不蓋現政府 市政府啦 它連最基礎的建設都不做啦 那怎麼會有發展 那表示 他們沒有眼光 台灣是一個物產豐饒 一年山收的國家 你好好的將它開發 它是一個寶島欸 日本人有眼光啊 它開發到1904年之後 原來這一塊寶島 已經可以自給自主 而且還可以成為日本的大米 這樣有厲害嗎 有眼光吧 所以我們的經濟基礎 是從這時候才打開的 那我們到中後期呢 晃文官 田建智郎統治 那個時候呢 他跟當時的首相袁靖 欸 我覺得台灣不錯耶 不然我們把他納做我們 日本的國土之一好不好 當然不好 那要怎麼納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他有一些條文的規範 內地延強主義政策 所以 他必須 第一個思想嘛 那時候早期我們早一輩 是不是有學IUAL 讓台灣人 猶如日本人一樣 效忠天皇 日台共學 日台通婚 任用八田與一 大家知道他是誰嗎 知道齁 台灣一個非常大貢獻的一個土木工程師 在台灣好好的下功夫去做建設 做了多厲害的建設 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工程 這一個啊是我們的烏山頭水庫 他當時就是這樣有沒有 然後看著台灣的這一塊土地 要怎麼讓他 綿延數萬公里 讓他的這個水 可以讓台灣的這個稻田 達到我們現在的漁米之鄉 請問日本人在台灣所做的建設啊 是十年二十年嗎 一畫 藍圖就是一百年 很厲害 到包括到現在 還有很多的建設藍圖 都是沿用日治時期的建設藍圖呢 如果啊 我們不是被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統治 你們現在出去齁 不會沒有錢就在那裡挖馬路啦 台灣不會是現在這樣的逛景 我們在這個時期就已經非常的進步了 烏山頭水庫 那時候因為這樣 成為世界第三大水庫呢 世界第三耶 那是不是很厲害 可是當你在讀這些書的時候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給你這一些歷史教育的時候 他不會去強調 到底在這個時期做了多少的貢獻 他是不是教你仇視日本 可是你知道當你的腦袋裡面真正的歷史 我們為什麼會有現在這個時期才建設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建設都是從這個時期來的 交通運輸方面 我們的南北中貫鐵路 港口 航空建立機場 全台的電力 水力發電火力發電 資訊傳播 建立有效的資訊傳播網 他就是成為一個國家的條件 你必須讓大家媒體 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這個國家真正的動態跟消息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他還沒有建立的時候 我們台灣 的進步已經比他進步了100年以上的差距 那你說當我們被他接管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很可怕的事嗎 228是不是 他都釋出必有因 因為文化的落差 大家看 當時已經建立了什麼 司法警察 護震農會金融財政 及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全島的初級教育很重要啊 很重要耶 為什麼 就不會有現在這種狀況 大家是不是常常聽到 嘿那個中國人在哪裡隨地土壇 隨地大小便 對是很沒水準 可是當你全島的初級教育文化水平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請問 你隨地大小便你也不好意思喔 欸吧 會不會有功德性 會不會有道德感 所以教育很重要 文化的素養也很重要 所以這就是落差 大家看到這個圖 大家都幹嘛 跪著讀書耶 培養武士的精神 所以這在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來接掌台灣的時候啊 它也造成了我們的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有普及全島初級教育 還培養了我們台灣人的武士精神 啊你看 學生 頭髮有沒有漂亮 有沒有穿鞋子 這張圖喔 我媽看到的時候她還說 欸 她怎麼有鞋子穿呢 啊我那當時 四個時還沒有鞋子穿呢 我說為什麼啊 妳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她說我那個時候就是 剛剛中華民國接掌沒多久了 所以日治時期的時候 你有鞋子可以穿 後來反而退步了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張是 在台灣成立的第一所 由台灣人可以讀的小學 然後他們打贏日本的學校 然後合影留念 可是代表什麼 代表啊 所有的台灣人 都吃一把穿的燒 還有時間打棒球 對吧 還有時間畫畫 這個人很多人認識 陳陳波 他是日本地展入選的 台灣一個很有名的人 可是 那代表台灣現在的經濟水平 文化水平已經達到一個程度 你不用想說我的三餐都不能溫飽了 我還畫畫 對不對 有辦法發展這些藝術 就表示台灣當時的經濟穩定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陳陳波怎麼死的 被槍斃死的 對然後手被穿過去 沒有原因跟理由很可怕 那現在看到的1895年 清國統治下的台灣 髒不髒啊 日治時期50年而已 改正的道路 這樣就有沒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 外面的人在說 喔 中國人是我們的祖先啊 你剛才講你頭髒掉 是不是 很清楚怎麼可能 終於 我們的天皇 日本天皇他下了教書 在1945年4月1號的這一天 日本天皇辦不明制憲法 從此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之領土之一 這一個是日本對不對 是台灣日本的地圖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有什麼意義 我們有個先例齁 在簽下官條約的時候啊 大清國皇帝他是不是 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天皇 可是那時候還多割了一個地方 叫遼東半島 然後那時候有三個國家出面抗議 等一下 那個遼東半島啊 是當時滿清的起源地奉天 他說那是他們大清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給你日本 所以日本天皇 依照國際戰爭法跟萬國公法 又跟大清國簽訂了一個遼南條約 再將遼東半島割還回去給大清國 所以這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是不可以被切割 更何況剛剛我們是不是有看到 下官條約那一條 從那一條到現在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割讓出去 我們沒有再簽過任何一張土地權狀 那包括我們在這一天 已經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他有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賦予台灣人參政權 這裡 下達徵兵令 一切合法 而且也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唯一 所以我們是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就是日暑 美戰日暑的由來 但是在這時間大家會有一個很錯亂的點 我剛剛是不是講1945年 割讓嘛 那個下達詔書 那1941年的時候已經發生 美日太平洋戰爭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間是不是重疊 先發生戰爭了對不對 那請問先發生戰爭的時候 如果你是在戰爭下生存的 你會怎樣 逃命嘛 事事就來不及了 你還會去顧及到說 喔我現在 喔下達詔書了 我的國土 已經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了 還會在意嗎 不會 這就是你的歷史記憶上很短暫的原因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1945年的9月2號頒布 頭目國盟軍最高統帥一般命令第一號 麥克阿瑟將軍 頒布什麼 我要將你 日本 武馬分屍 戰敗了嘛 我不要讓你這個帝國主義再崛起 那日本他當時很厲害嗎 他是不是有投 他有去偷襲美國的珍珠港 美國說 我要怎麼把你分裂 他將日本的北方四島 由俄羅斯代理佔領 韓國獨島 日本本島由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跟澎湖呢 他就交給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可是當時為什麼要交給蔣介石 其實美國齁 他只有一個想法很單純 他想說華人應該會散代華人 可是他沒有想到 原來後來會發生這麼多悲慘的歷史事件 這是他沒有預料到的 可是因為我們1945年4月1號頒布教書 9月2號 無條件投降 雖然幾個月的時間很短暫 但是就像你 結婚啦 你的身份證 換了你旁邊多了一個人 你那一天你就是嫁出去了 你就是抓啊 頒布教書那一天 你就是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不管他投降之後時間多短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進入蔣介石集團來交戰佔領日的時候 就是發生很可怕的事情 1945年10月25 交戰國佔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台 大家知道 在蔣介石集團來台灣之前 目前有兩個月 台灣沒有政府 啊沒有禁戶啊 一個國家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禁戶 內亂 搶劫 要不要趁這個時候搶劫全聯 還是7 這時候應該要搶一下 可是我們剛剛是不是看到讀書的武士精神 很難想像一個國家的人 他可以在沒有政府的狀態下 兩個月的時間內自己成立自衛隊 沒有動亂 這樣的高水平的文化喔 有厲害嗎 然後等待回歸什麼 祝國 結果呢 蔣介石集團來台 喔 一看到台灣 那時候台灣 經濟奇蹟了啦 進步了 是一個大米倉 一年山收的寶島 趕快站為己有 1946年1月12 強迫規劃台灣人民 為什麼 你們現在手上都有拿的那一張身份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強迫你換國籍 1947年2月28 我們的歷史的黑暗的那一端 有多可怕 我們在 50年日治時期的時候 我們培養了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律師老師博士碩士醫生 他們知道 你不可以 佔領全國 你不可以這樣子 不合法的改變我們的國籍 你也不能就地合法 你做了那麼多違法的事情 我一定要反抗 反抗的結果是什麼 228屠殺事件 剛剛講的陳陳波 他就是出了車站 雙手被鐵絲穿過去 跪在地上 就地槍卷有理由 沒有 屠殺 可是他屠殺你 兩萬到三萬 這些可以組成一個什麼 堅強的內閣 議會 堅強的政府 沒有問題 他把你這些精英 全部都殺掉之後 開始了什麼 這個歷史世界上 世界上最長的戒嚴 白色恐怖 有聽過吧 長達多久 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 足以把你們現在在場 所有的人都洗腦了吧 足夠了吧 讓你 知道也不敢言 不然你半夜 我就抓你去槍斃 就是這麼可怕 我們還覺得中華民國光門 管得很好嗎 他是這樣子在清洗台灣人民的記憶 我剛剛有講到我是 還沒有進來台灣民政府前 我是真知難感 二二八 他只是歷史書上 的一個事件而已 你會有什麼太大的感覺嗎 年輕一輩大部分都沒有 可是當你知道 他是這麼可怕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原來台灣人你真的要了解自己的歷史 原來我們有這麼多 曾經這麼多的精英 就這樣被屠殺掉 如果我們不要被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這樣子統治的話 台灣現在絕對不是現在這樣 現在你們所有的人民 生活一定可以過得更好 大家應該都沒有想到過 嚴重的官僚作風 政治方面 是 就是騙你啊 這樣你才會說我要做中華民國的人啊 你要不要跟他去金門馬祖跟平坦 很可怕吧 他如果不這樣子騙你們 台灣人你會忍耐到現在嗎 你會 就讓中華民國的東西去代表台灣嗎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而且他成為流亡政府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立場 可以保護台灣人民 你只要 沒有真的去研究過政治 或者是去了解台灣真正的歷史 你完全不懂 這個對本土台灣人有多大的傷害 為什麼台灣人會辛苦 我們如果國際地位正常化的話 台灣人會很有錢耶 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的重要性 連美國也沒想到啊 1949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戰敗 戰敗什麼 當時老一輩的他們都知道四萬塊壞一塊嘛 的事情 大地主變小地主 三七五檢株 這事情怎麼來的 中華民國那時候來到台灣 他發現 喔台灣 有錢 物資又多 那他需要錢 為什麼需要錢 因為當時他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民國共產黨 在中國 自駕兄弟在國共內戰 因此他來到台灣需要錢 他將台灣所有的物資 所有的東西 全部用他沒有用的 新台幣換掉之後 運去中國 支柱家的國共內戰 台灣物價通膨 他就用四萬塊壞一塊 我要壓制物價啊 講得很好聽 誰造成的 他造成的 原本台灣人民 吃得飽穿得暖 一進來之後 一堆人餓死街頭 本來有鞋子穿 變成沒鞋子穿 發生了228的屠殺事件 這樣我們還相信他可以 領導我們台灣繼續走嗎 他們本來就知道 沒有辦法長期留在台灣 每天才在挖馬路啊 但是台灣人看不懂 不知道他們留在台灣的用意 就只是要錢而已 在這一刻他成為了流亡政府 我終於知道什麼叫流亡政府 因為他跟自家兄弟打戰 打敗了被趕出首都南京 當一個政府離開他的國土的時候 首都的時候 他在這一刻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美國呢知道 他做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他要不要管 他有想過要管 他有想過要救 但是好死不死1950年寒戰爆發 他因為政治立場 他必須反共 剛好中華民國跟他站在同一邊嘛 然後中華民國成為流亡政府 沒有一個其他的國家願意收留他 剛好台灣無主 暫時 擱著 沒辦法 沒辦法管 結果一擱擱了多久 70年 有久嗎 所以我們告美國是不是告對了 對 怎麼可以欺負我們 你的暫時70年了 太久了吧 都快一個世紀了 所以1952年的時候 舊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 雖然 我朋友問我的嘛 第二條不是說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 但是 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有放棄嗎 沒有 我剛剛講到的那張圖 有簽嗎 放棄的領土主權 那主權權利是什麼意思 現在是不是站在這裡跟大家講課 我在使用這間教室 請問教室是我的嗎 那教室這塊地有地主的吧 可是地主說他不管事 他放棄管事的權利 交由我使用 那地還是不是我的喔 對吧 還是不是我的吧 一樣的意思 日本天皇只放棄了主權權利 但是他有關心 在使用這塊土地上 的義務嘛 但是呢 他沒有 將這塊土地給我嘛 這樣了解了嗎 但是有人會說 三個公報啊 看羅宣言波斯坦公告日本強書 這個不是在在的都講說 台灣跟澎湖要還給中國嗎 請問 小孩子在打架的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小朋友在打架 這個球是我的 他也說這個球是我的 他也說這個球是我的 可是這一顆球的發票 在我的口袋裡面 那球是什麼 誰的 有發票那個人的嘛 叫是我的嘛 土地權重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有各樣嗎 沒有 公報單方面的認知 喔你這個 台灣跟澎湖要還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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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日本天皇有同意嗎 沒有 有簽條約嗎 沒有 就金山河片條約裡面 有簽售售國嗎 沒有 所以台灣這塊土地 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的觀念要變 大家 現在在座在座的 如果都是跳蚤 你們知道跳蚤啊 是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動物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一百倍喔 你做一個實驗 你把跳蚤 用一個蓋子把它蓋起來 然後你拍桌子 他會跳對不對 不過他會撞到邊啊 他會撞到上面之後 他就會聽啊 他聽到就跳比較低 你再多拍幾次 他就降低他的高度 你把那個玻璃蓋有沒有 你把它換低一點 換低一點 換低一點 然後一直換到接近桌面 你在拍的時候 跳蚤他會不會跳 他用爬的 因為 我跳不起來啊 我撞到啊 然後你把蓋子拿開的時候有沒有 已經沒有蓋子囉 你再拍 他變爬蚤了 他不會跳了 可是跳蚤原本會跳的對不對 那在座的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自己很像爬蚤 中華民國給你這些歷史 錯誤的歷史知識跟教育 你們想想 第一次當有人跟你講 台灣人可以過更好的生活的時候 你相信嗎 你不相信自己可以跳這麼高 相信以後 如果台灣有一天成為彩牛國的時候 你可以掛上那個阿拉伯的那個服裝 然後在路上走路的時候 你覺得有可能 台灣人可以過更好的生活的時候 你覺得有可能 人因夢想而偉大 你要知道台灣它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 只要你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可是你有去想過這個可能性嗎 大部分的人都不敢想 這叫自我設限 而且 你不敢認清事實是什麼 人得先接受事實 你就可以去獨立思考 所以不要問人家講說什麼什麼 然後你就 以後阿出去跟他講 你不做跳蚤要做爬蚤嗎 他就問你說什麼是跳蚤 什麼是爬蚤 你做爬蚤給中華民國八個阿 這是重點 可是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可以走到現在 大家知道 有上過我們秘書長林志生的課嗎 他為什麼會發現台灣歷史真正的地位 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關著 然後每天呢 就吃罐頭 然後幾乎半年 逐不出戶 都有朋友來送飯給他吃 然後讀什麼 他是關在裡面讀什麼 疊起來跟人一樣高的 原文書 國際戰爭法萬國公法 的英文的原文 他從裡面去找到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所以在2006年的時候 他算領228名的228受難家屬 去控告美國政府 他說 你得讓台灣人走出一條路 所以2008年3月18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萬無國籍 這意思是什麼 我今天 嫁給一個菲傭 請問 我是誰 我 是 女菲傭 對 我就變成女菲傭 因為我們沒有國籍 有沒有很可怕 我們都不知道原來一個人沒有國籍是這麼可怕的事情 你以為他會變台灣人嗎 不會 所以台灣人生活在 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生活在政治獵獄 不能加入聯合國 不能公投 但大家都不知道原因 你以為中國在打壓嗎 我們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打壓我們幹嘛 他們是沒有知識 沒有智慧 他們以為台灣是屬於他們的 但是現在 不這麼認為了 因為他們開始讀書了 所以他們知道 喔原來 國際戰爭法跟萬國公法裡面講 台灣跟澎湖不是屬於他們的 他們不該再講是他們的 只能講核心利益 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我們依照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究竟相和平條約 提出告訴 最後呢2009年 宣布放棄抗辯權 放棄抗辯權就是 你說的都是屬性 我放棄了 他放棄了之後呢 要做什麼 為什麼 各自版案代審 你放棄了 你承認了 你不應該 將政權還給我們嗎 美國說 當然應該啊 可是呢 我還給你們 你們有沒有人 我將中華民國 趕出台灣的時候 你有人接掌政權嗎 我給你一個條件 當初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拜一千名公務人員 當時台灣是六百萬人民 現在台灣有兩千四百萬的人民 一比六 然後 四比二十四 所以這就是我們四千名的公務人員 的由來 美國說 你得訓練四千名公務人員 我才能夠將政權交給你 沒有中華民國走了 台灣政府癱瘓 你的本土台灣人 的政務官在哪裡 所以我們 在二月的時候 我們又跟美國再提出第二次告訴嗎 我們達到了你的要求 你應該要將政權還給我們 大家應該知道 前幾天在台南 停的 迫降的那個F18嘛 所以大家現在腳步要很快 可能 你睡醒就宣布你執政耶 啊你敢有辦法 現在這樣你講一次 我剛剛講的台灣的歷史的過程 法理敢有辦法 有辦法跟其他的人解釋嗎 所以新台灣人要讀 我們還有 之後還有一次 一兩次 考俊首資格的機會 要把握 這個俊首就是 非常重要的 就像現在的縣市長一樣 當時到時候接政權就是 俊首 能考趕快去考 尤其年輕人 很有機會 沒有辦這張身份證的趕快去辦耶 這張身份證我們在今年 1月1號就已經194個國家都通用了 我們去美國也有用啊 你進白宮也得用晶片啊 你可以出國去證實他有沒有用 也不用證實啦 事實上就有用 所以沒有辦的趕快去辦 你一定要有這張身份證 你才不會變成中華民國的人 你這樣有沒有對照啊 有沒有人問過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兩個不是等號嗎 其實齁 我還沒有進來台灣民政府之前齁 我都不管我覺得應該是一樣的啦 中華民國是什麼 然後台灣是什麼 有什麼差嗎 差很大 差多大 之前很多人會問說 你們為什麼台灣民政府是真的 幹嘛不打廣告 有沒有疑問 為什麼不上新聞 請問 中華民國現在在台灣是 管理當局 管理當局 它可以控制誰 媒體 你今天 媒體就算言論自由好了 他來報你的新聞 你要不要看上頭的臉色 能報還是不能報啊 不用看嗎 你領他薪水耶 他可以說 施壓一下 你明天工作就沒了耶 你敢想嗎 所以 我們一直認為 哪有可能控制媒體 北韓呢 北韓的人民大家都知道吧 我們現在這麼文明 他們還生活在什麼 很可怕的政治戀獄裡面吧 台灣人也是啊 你覺得我們沒有被封鎖媒體 可是請問你出國的時候 你會去國外的網站查 228的歷史紀錄片嗎 台灣查不到 可是國外有 阿倫有沒有被封鎖 可是你出國你不會去查 你不會去關心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歷史 這就是台灣人被蒙在谷底 被封鎖 很可怕啊 我們以為自己很文明 我們以為自己很開放 但是其實不然 捏造歷史真相 這就不用講了 都是假的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肇事選舉 你拿著他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市長總統 你就是要做他的人啊 你就是要做中華民國的人 你自己承認我是中華民國的人 我要做他的人民 那你說現在的政黨 他體制下的政黨 請問民進黨登記的是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他前面是什麼 中華民國欸 那他有辦法跳脫嗎 他沒辦法跳脫 他登記的不是台灣民政府 他登記的是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他一樣在他的控制下 台聯你所有現在講出來的一些 獨派 國民黨我們就不用講了 這樣子的政治團體 他有辦法帶台灣走出一條路嗎 不可能跳脫 所以你再怎麼選 都還是落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下 你一定要跳脫 你才有辦法 做台灣真正的政府 所以大家知道嗎 我們一直被賣給中國 有一天我姊姊她就跟我說 我姊姊也進來民政府了 我家人大部分都進來 我姊姊她就跟我講 欸妹我跟你說 那個啊中華民國快害死我了 我沒有投入可以吃了 我說為什麼 我姊姊是做這個 他們公司是做這個投影部幕機器的 然後她就說 真的啦 我們公司快被中華民國搞倒了啦 我說你不可以這樣 我們人不可以這麼偏激 你不可以因為民政府 你就一直 一直說中華民國壞話 你要有證據 我姊就說 我拿證據給你看 她就攤開她就說 你看 這個投影部幕齁 他們大部分都有跟一些公家機關配合 像學校啊 然後一些公家機關 那他們這些機關是不是每年會有預算 購買這些器材的預算 原本以來一直以來啦 都是 一萬多 這一兩年開始 七千 六千 到前不久半年四千 請問四千塊可以買台灣做的機器嗎 那可以買哪裡的 中國 可以買中國生產的機器 那 台灣的公家機關必須去中國那裡買中國生產的機器 然後拿台灣的納稅人的錢 這樣合理嗎 所以我姊講的對不對 所以 很多的事情就發生在我們的周遭 可是沒有發生在你身上你不知道 可是原來大大小小的政策 都在出賣台灣耶 他一點點像這樣子微小的改變 我們知道嗎 不知道 可是都很可怕耶 為什麼台灣人會沒有錢 都有原因耶 你以為 台灣這樣子的 物產豐饒的國家 台灣人民為什麼會沒有錢 不會沒有錢 政策 還有台灣國際地位沒有正常化 那大家有去看嗎 就是這個嘛 你們點這個來的對不對 自己來的是不是點這個來的 不是 你是看報紙來的 看官網來的 怎麼知道台灣民政府的 辦公宣傳廣告 我擱鵬 好奇 喔 那也是很厲害啊 我們現在呀整個六州的運作 腳步非常的快 以前你們可能都沒有再看到 台灣民政府的廣告 現在應該看到吧 我們的報紙就是3月12日 自由時報有刊 然後前不久東方也刊了一個報紙 就是我們的台南州的斗六郡辦公室成立的新聞 為什麼以前不敢報現在敢報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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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面 我現在黑台語很認真 不過說得真的不認真 時間到了 你是不是也要選邊站 你以前不敢報的東西 現在應該要報到事實了吧 而且事實已經越來越明朗化 所以這些東西 這個以後啊 我們再繼續看有沒有 你們已經進來的人不要去點 你不要想說好奇 然後點這個網頁然後點進去 點一次要算錢 你讓我實在的人去點 你不要點啊 詹仔就不要點啊 報給不知道的人去點 可是啊 你知道他們這些 自由時報這些統計啊 他們說很可怕 我們超越了賓士的點閱率 原來有這麼多的人要知道台灣民政府 局勢不同了 你還敢相信你現在眼睛看到的是真的嗎 有沒有覺得自己70年來都活在一片謊言當中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圖有沒有看過 他有沒有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請問上面有寫台灣嗎 沒有 然後在今天進來這裡上課之前你們有對這個質疑過嗎 有齁 那就是聰明人我完全沒去想過 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對 為什麼 這個就是原因 可是我們台灣人從來沒有人去問過為什麼 現在裁軍行政院廢止案平潭島建設國共和解 一再一再透露出很多的訊息 告訴你說中華民國要離開台灣 但是這些新聞出來的時候你看得懂嗎 看到裁軍一個正常的國家 大家需不需要軍隊保護 需要 那為什麼要裁軍 因為 他不是正常的國家嗎 流亡政府 在國際間 如果擁有自衛隊超過12萬人以上 他在國際間稱為什麼 恐怖組織 所以美國跟他講 你被發現了 你要裁軍降為自衛隊的人數 這是真正的原因 為什麼要裁軍 他講的什麼 募兵什麼 現在連募兵都不行 他不可以在台灣徵兵啊 台灣人民怎麼可以替他效忠 所以裁軍 看到這些新聞 要覺得奇怪 我們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行政院廢止案呢 你打行政院廢止案 它啪啊下來的不是一兩條喔 是一堆喔 然後你隨便點一個進去 國防軍醫組織條例 馬英九廢止令 為什麼要廢止 我們就想 你都是一個正常的倫理 理論來說 不應該這樣啊為什麼 因為他要撤退平坦 金門馬祖地方那麼小 不需要用到這些啊 廢廢吧 你可以進去看看 這都是事實 這是台灣創造一連串的假象 我們會看嗎 所以現在看到新聞啊 不是說新聞報什麼我們就看什麼 有時候看看他下面跑的字 國際間的事情 他都沒有給台灣人國際觀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們在看新聞 很少在 報一些國際之間的事情 台灣人的宏觀啊 眼光都被鎖在很狹小的範圍裡面 我們要走出來 大家有看過平坦島的這個新聞嗎 有齁 我爸爸啊 他也是一個政治狂熱的人 所以當時我跟他講明政府 其實他是不相信的 他不相信啊 我們也論戰了一番嘛 不過他就是不信 不信啊 不信 不過平坦島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幫我問你喔 為什麼台灣人可以去 中國當官 為什麼 我爸他就說 我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 爸爸 終於我贏了耶 我說 對吧你看吧 你也覺得奇怪吧 你也覺得不知道為什麼啊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就很奇怪 為什麼台灣人可以去到中國的平坦當官 原因因為國共和解了 大家知道這個平坦島啊 是一個小小的漁村兩三年前 兩三年後他要發展成怎樣 你看他的建設藍圖有漂亮嗎 他蓋台灣啊 恩恩靠靠的蓋啊 核能一個一個蓋啊 他蓋他的家鄉平坦島啊 風力發電一隻一隻蓋啊 幾億幾億的雜耶 那是誰的錢 台灣人的納稅錢耶 啊蓋他們自己的家鄉蓋得很漂亮 都拿我們的錢去蓋耶 國共合作 坑我們台灣人的錢 啊有錢嗎 啊有沒有辦法保護台灣人 因為他是流亡政府 他在國際間他沒有立場 他沒有辦法保護你 我們的越南大暴動的時候 台商朝央的時候 他發什麼 貼紙 我是台灣人 這樣叫保護你啊 他也只能做到這樣而已啊 那國共和解代表什麼 大家看 這個學生被衝倒在地上對不對 太陽花學運 福茂 ECFA 當我們那些學生的時候去抗議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一起 我們前幾期 已經有太陽花學運的學生來上課 我問他 你有沒有 你去反福茂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看過福茂的條款 沒有 大部分都沒有啦 就只是去參加啊 所以有沒有發現台灣人 都在做很不知味的事情 他以為是對的 但是你們知道嗎 ECFA跟福茂裡面 條款裡面 從頭看到尾 就沒台灣兩個字 那他這個條款是跟誰簽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民國共產黨兩個 簽的自家兄弟的和解條款啊 因為他要撤退到中國去 平坦 所以這些條款跟台灣有關係嗎 沒有耶 我們還抗議什麼 沒有關係我們還要抗議 然後還這麼可憐 所以台灣人要懂得思考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今年啊秘書長說 2015年 所以我才說在場的各位 很有智慧也很有福報 今年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年 今年即將執政 可是呢各位準備好了沒有 鼓勵大家 趕快出高級 然後五官趕快過 職務趕快選 熟悉了職務 我們接掌政權的時候 你們才有辦法替台灣的人民服務 這是重點 現在的時間是非常的緊迫 步調也非常的快 今年就是執政年 我們1月1號的那個原油會 大家有去看嗎 沒有 像現在進來台灣民政府之後啊 大家可以多多上我們的官網 了解台灣民政府的資訊 以後才講得出來 以後才講得出來 所以迷失的台灣 現在的狀況 還有我們以後未來要走的路 最重要的是 台灣的歷史的時關 你要怎麼去執政 本土台灣人啊 應不應該啊 要有共同的使命感 我來到台灣民政府啊 其實 做到現在我真的沒有想很多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使命感 什麼是使命感 你想嘛 一個人一輩子有沒有 欸你覺得 你有機會為這個社會 做有貢獻的事情嗎 會不會覺得自己力量很渺小 覺得那個應該是很有錢 很有力量的人在做的事情吧 很有毅力的人在做的事情 可是台灣民政府今天給我們這個機會 你可以在這一刻 見證到台灣歷史的改變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參與了一場很偉大的 事情 這就是台灣人本土台灣人應該要擁有的 共同的使命感 你可以參與到歷史改變的這一刻 那你只要觀念改變 然後你的行動去改變 我們天使啊 可以像黑手黨一樣組織起來 我們本來都覺得壞人比較厲害啊 可是那是因為天使不懂得團結 可是當你天使懂得團結的時候 力量一定會要比壞人還要來的強大 可能清淨以後他不會再有土石流啊 我們不要再官商勾結 對不對 貪污為一死刑 我們可以讓他不要再過度開發 工業區不要再過度開發 只是因為大財團所要的利益我們 官商勾結我們就同意 有沒有覺得可怕 突然之間有沒有覺得自己可以做一點事情 日本的那個人型蓋孔 他都是幾乎都是在人行道上 那有一天如果台灣也能這樣子 騎摩托車不會恩恩尬尬的然後再摔倒 是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有現在的政府會真正的去為台灣人做一些政策 然後去為台灣人著想嗎 不會他們是流亡政府 知道自己會有離開的一天 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不會只有本土台灣人才會真正的建設自己的台灣 這樣大家有沒有一點信心 要不要一起團結 要不要一起努力 趕快過關好不好 謝謝大家